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非凡大探索 我们说台湾的美食市场越来越国际化了 因为我们出现了许多的过江猛龙美食 这些从国外发迹的有名食物 如何攻占台湾人的胃呢 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带您看的正式餐饮业的奇迹 因为这一家在日本有着白汤之雄美玉的 豚骨拉面连锁店 如今分店不只开到台湾还有大陆 甚至全球一共拥有500家的分店 而且它已经在香港挂牌上市了 最厉害的是已经过世的创办人 可是我们台湾美农的客家子弟 接下来我们带您看看 他跟他的子弟写下的美食传奇 有着丰厚焦脂口感软嫩滑口的猪软骨拉面 有幸福的感觉 铺有满满松板猪肉片的松板猪拉面 大块软嫩不肥腻的叉烧肉作为主角的招牌拉面 超浓郁 Q进十足的拉面面条 浓郁的乳白色豚骨汤头 搭配软嫩不肥腻的叉烧肉 这一晚1968年从日本九州熊本发鸡的日式腿骨拉面 42年前从七平的小店一路拓展到中国大陆 香港 美加 新马等 在全球十多个国家拥有近500家分店 还曾被美国商业周刊杂志封为成长最快的亚洲企业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享誉全球的日式风味 幕后创始人其实是出身台湾美农的客家子弟刘云祥 16岁赴日求学定居 原本从事食品加工业的他 44岁在九州以豚骨拉面创业 人生也从此转弯 他到了那个九州的时候 他发现那边的汤头 猪的汤头 就是豚骨汤头非常的浓郁 但是只要稍微冷下来 就会有很重的猪腥味 于是他就想到说 利用他家乡美农的油葱酥 可是当然因为日本没有油葱酥这种东西 那他就用洋葱去不断的实验 然后做出了洋葱酥 然后加进去九州传统的豚骨汤头里面 洋葱酥彻底去除了猪腥味 让加入了台湾客家元素的豚骨汤头 在日本有着白汤之雄的美丽 分店遍布日本各个角落 但是出身台湾的刘云祥 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故乡 1994年走出日本的首家分店 就选在台湾的台北西门町 只是江源之原味移植台湾的做法 却让刘云祥出场失败惨悲收场 一杯のラーメン 世界中の家族の笑项を見つめた男がいた 美味しさには 今年香港分店风光开幕 高龄73岁的刘云祥却离开人世 独子刘云祥正式接棒 2007年4月为了完成父亲返香展店的遗院 决定调整口味重新出发 比如说在日本的话 他们夏天的炎度是20度 冬天的话是18.5 那我们这边的话 我们是把它调整成14.5 去因应说台湾可能还没有这么习惯 吃这么咸的东西 再次进军台湾大幅降低汤头咸度 得以在台湾站稳脚步 而上头的灵魂配角叉烧肉 则是保留日本的做法 叉烧表面的油全部把它逼出来 这样子的话 叉烧本身就不会这么的油腻 然后也让叉烧它本身的肉质 会比较紧实一些 大块叉烧肉软嫩不肥腻 Q度绝佳的拉面面条 香气迷人的豚骨高汤 光是用看的就让人难以招架 就是汤很香 然后我可以感觉到它 汤和那个面条还有那个肉 我觉得是很一致 然后很温存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很入味 而且就是肉质还蛮嫩的 有些拉面就是可能 一开始吃的时候会有嚼劲 但是吃到最后 就面条都会泡很烂 可是它的面条 不会又吃到最后 开始都觉得很Q 很会有嚼劲 另外独家口味 猪软骨拉面 上头宛如半斤半肉 丰厚焦质的猪软骨 口感软嫩骨溜 铺有满满松板猪肉片 薄嫩中带着微微嚼劲的 松板猪拉面 同样大获好评 一碗由台湾人打造的拉面 从日本发迹 一路拓展到全球连锁 相隔42年 在第二代的努力下 在自己的家乡 三年内拼出三家连锁店 也让台湾人见识到 一碗豚骨拉面 独门的销魂好滋味